好 下雨天騎機車出門 真的得提高警覺 上個禮拜天梅雨來襲 掀起了狂風暴雨 在高雄就有一處廣告看板倒塌 沒想到看板上垂掉的鋼繩 竟然在一陣強風之下 划過了一名騎機車的騎士的脖子 遭到割喉的騎士 嚴重到氣管都被割斷 到現在還在加護病房觀察 上週月23號梅雨封面來襲 高雄掀起狂風暴雨 前鎮區一處建商架設的帆布廣告看板 被吹到歪的歪 倒的倒 固定廣告用的鋼繩四處垂落 但誰想得到 就是這鋼繩竟然差點要了一名 機車騎士的命 機車騎士的家屬說 原來遭強風吹垮的看板 上頭垂掉的鋒利鋼繩 疑似就這麼不偏不移 猛力刺進 恰巧騎車經過的兒子頸部 無故遭到鋼繩割喉 隨著機車一塊重傷倒地 傷口聲道連氣管都被切斷 至今無法說話 即使過了一星期 還是得留在家戶病房觀察 雖然說他們三點空放都倒 他們建設公司招牌三點都倒 你覺得貼心口氣要負心 不然就要負心 全部好 真的看要說什麼 還要說什麼 你這邊都說 回到釋放信場 看板已經統統被拆掉 而事後責任歸屬還要再調查 但誰也想不到的意外 確實發生了 提醒騎士風雨天騎車 還是得隨時睜大眼 注意周遭情況 隨時提高警覺 明星文章趙作高雄報導